第2621张惊人的淘汰率 好快 第20层亮了 21层了 剑场 不断有人惊呼 简然 这一批人 有可怕的天骄人物 速度极快 半个小时后 忽然 巨塔周围的空间 突然一颤 然后有一个蛇人青年的身影出现 这个青年 头顶悬浮着一块领牌 但是这块领牌 却黯淡无光 简然 这个青年被淘汰了 没有闯过36层 就被传送出来 淘汰 退出广场 之前那个同皮人大汉开口 蛇人青年 脸色无比的难看 极其的不甘 大人 刚才是我一时疏忽 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蛇人青年叫了起来 他实在不甘心这样的机缘 就此错过 要是能加入擒天十三宗 就能够一飞冲天了 退出广场 我最后说一遍 同皮人冷漠开口 身上弥漫出冰冷的气息 蛇人青年 激凌凌的打了个寒战 不敢继续停留 灰溜溜的飞出了广场 他一飞出广场 他头顶那块领牌 就自动消散了 接下来 巨塔周围 不断的有人传送出来 全部是被淘汰的 被淘汰的 一个个脸色难看 他们知道 一个大机缘 就此失去了 云峰阁主等人 冷漠的看着 这样的筛选都通过不了 即便参加擒天十三宗的招收弟子考核 也根本没有一丝可能成功 只能是闹笑话而已 随着时间的过去 被淘汰的人越来越多 看得那些还没入塔的青年 都有些紧张起来 不过 巨塔上的亮光 也越亮越多 三十六层了 有人冲过三十六层了 有人叫了起来 此刻 第三十六层 已经闪耀起了亮光 不过 闯过之人 还没有出来 显然还要继续闯 云峰阁主 可没有规定 闯过三十六层 就要出来 闯过之后 还是可以继续闯的 闯得越高 自然就越强 会越受云峰阁主重视 果然 不久之后 第三十七层 也亮起了亮光 不过 当第三十六层亮起之后 之后闯关的速度 就要慢很多了 而且 传送出来的人 也越来越多 最后 足足有将近九千人 被传送出来 全部都是闯关失败的 不过 紧接着 也有闯过成功的人 被传送出来 这些人 头顶的令牌 闪闪发光 说明通过了考核 很多人羡慕地看着这些人 这闯关成功的人 也一个个露出了喜色 哈哈哈哈 这是我黄丰宗的弟子 他通过了筛选 那是我刘云教的弟子 他也通过了 广场外围 有些人惊喜的大笑 都是个大势力的强者 有人欢喜 有人愁 不过 闯关还没结束 足足过去了半天 最后一人 才被传送出来 这是一个脸色冷傲的青年 闯到了第四十六关 为这一批人的第一 他一脸冷傲 目光扫十四周 颇有种比泥巴荒的感觉 如此天赋 有很大的可能 被擒天十三宗选中吧 极有可能啊 广场四周 一个个大小势力的强者 羡慕不已 而那个青年所在势力的人 则一个个狂喜 一万人中 能排第一 是极有可能 被擒天十三宗选中的 因为 暴乱星河总共的参加筛选的青年 也就五六万人而已 首批一万人 有九千多人淘汰 只有一千人左右过关 淘汰率 足足九层 那些还没参加闯关的人 紧张得不行 有些人 已经开始冒汗了 不过 怒鸣 谢念青他们 倒是很轻松 架一批 云峰阁主吩咐 立刻 又有一万人 飞进了巨塔 其中 怒鸣看到了康蒙 司徒孝等人 一万人飞进巨塔后 巨塔关闭 所有人耐心的等待起来 袁罗店店主康纪 逍遥宗宗主司徒浩南两人 紧张的看着巨塔 眼中有期待 也有焦虑 这一次 只进行到二十分钟左右 就有人被淘汰 传送了出来 之后 被淘汰的人 越来越多 到最后 足足有九千多人 遭到淘汰 嗡嗡 又有人传送出来 其中 就有康蒙 司徒孝 不过两人头顶的令牌 闪闪发光 显然是通过了 两人脸上 满是笑容 兴奋不已 望向露鸣的时候 充满了挑衅 饺子 等我加入了擎天十三宗 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康蒙忍不住 给露鸣传音 露鸣嘴角上扬 露出一丝嘲讽之色 然后目光看向其他方向 直接无视了康蒙 哈哈哈哈 广场外 康蒙 司徒浩南大笑 兴奋不已 嘴都笑裂开了 特别是康蒙 司徒浩南 还挑衅的看向法祖 但直接被法祖无视了 法祖可是知道露鸣 泄念青 泄念君几人的天赋的 康蒙几人 算个屁 闯过还在继续 有些人 还没出来 随着时间的过去 有人已经闯过了45层 朝着46层进发 直逼上一批的第一 不久之后 第46层亮起 已经追平了第一批的最好成绩 但显然 还没有停 闯关还在继续 接着 第47层 第48层 49层逐渐亮起 好厉害 这一批人 居然有人闯过了49层 好厉害 不知道是哪一个势力的天骄 这有很大的可能 被秦天十三宗选中啊 看 五十层了 广场 无数人盯着巨塔 议论纷纷 就连云峰阁主 目光都亮了亮 峰儿还没出来 难道 里面是峰儿 此刻 司徒浩南激动起来 因为 他的儿子司徒司徒峰 还没有出来 其他人 几乎都出来了 难道在床塔的 便是司徒峰 讲到这里 司徒浩南激动的不行 看 五十一层了 有人大叫 所有人都颇为震惊 居然已经闯到五十一层了 他们都很好奇 到底是谁 能闯到五十一层 不过 五十一层 还不是极限 五十二 五十三 一天之后 第五十五层亮起 足足比上一批的第一 高了接近十层 这是极其惊人了 到了这时 巨塔周围的虚空一颤 一个青年的身影浮现 这个青年头顶的令牌 闪闪发光 如一轮太阳一般 第2622章过关 大哥 是我大哥 看到这个青年 司徒笑狂喜的大叫起来 这个青年 便是司徒峰 广场四周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司徒峰身上 羡慕极度恨 各种情绪都有 不错 云峰阁主看向司徒峰 也露出满意之色 云峰阁 作为暴乱星河最强的势力 有资格推荐天骄 参加擎天十三宗招收弟子考核的 而且 一旦有被十三宗选中 成为十三宗弟子的 他也会有奖励 所以 暴乱星河天骄越多 他越开心 司徒峰如此天赋 有极大的可能 会被秦天十三宗看中 甚至 被三大霸主势力看中 讲要成为三大霸主势力的弟子 无疑难上加上的事情 但是一旦加入 前途无量 云峰阁主 眼神也有些火热 哈哈哈哈 是峰儿 是我儿子司徒峰 是我儿子 此刻 司徒好难反应过来 惊喜地大笑起来 司徒兄 恭喜恭喜啊 康纪脸上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向司徒好难恭喜 他心里 极度的要死 司徒峰如此天赋 一旦加入十三宗 甚至被某一位大人物看中 那么 逍遥宗以后的地位 就水涨船高了 他心里极度 表面上 还是要和司徒好难打好关系 司徒兄 原来那位天骄是令狼啊 令狼的天赋 当真正古朔金啊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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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兄 改日小弟请你喝酒 你可一定要赏脸啊 司徒兄 立刻 在司徒好难周围的那些大势力之主 一个个满脸笑容的和司徒好难打招呼 很明显 是在巴结司徒好难 开玩笑 司徒峰的天赋太惊人了 有极大的可能会被十三宗看中 身为弟子 现在不巴结司徒好难 还等到什么时候 哈哈哈哈 诸位客气了客气了 现在还不一定会被擎天十三宗看中呢 还不一定呢 司徒好难咧嘴大笑 他嘴里虽然说司徒峰不一定被十三宗看中 但他的表情 却无比的兴奋 好像已经看到了司徒峰被十三宗看中 甚至被十三宗的某位大人物看中 收为弟子的情况了 他的心里 舒畅啊 这司徒峰 居然有如此惊人的天赋 人群中 法祖也有些震惊 他以前 也听说过司徒峰之名 传言 司徒峰是一个武痴 最心于修炼 没想到 天赋如此惊人 不过 他一想到陆明 他就放心了 天赋再强 又岂能比得上陆明 陆明 掌控的可是主宰之道 一旦成神 就会化为主宰神力 那可是神品神力 能掌控神品神力的 就算在浩瀚无垠的擒天心域 恐怕也没有几个 这一批人 总体来说 和第一批差不多 淘汰了九成左右 只有一千人左右闯关成功 其中 元罗殿一共有两人闯关成功 逍遥宗 有三人 陆明脸色平静 不为所动 第二批结束 第三批 进去 云风格格主 再一次吩咐 我们进去吧 陆明看向谢念钦等人 好 谢念钦等人点头 然后腾空而起 飞进了巨塔之中 陆明一飞入巨塔 四周的环境 立刻一变 他出现在一个广阔的密室中 周围 除了他 空无一人 这在陆明的意料之中 这座巨塔 很显然不有大阵 只要进入 多半是一个人闯关 不可能和其他人一起 在陆明头顶 有一块令牌浮现而出 这时 密室发光 有几道身影 凝聚而出 这些身影 都是大阵凝聚出来的傀儡 向着陆明杀来 陆明手持长枪 一扫而出 这些傀儡一一崩碎开来 第一层 闯过 逆时中 有一条楼梯 陆明登上了楼梯 来到了第二层 果然又有傀儡凝聚出来 实力 要比第一层 强一些 但对于陆明来说 没有丝毫的难度 一枪扫出 傀儡崩溃 陆明登上了第三层 就这样 陆明一路上闯 势如破竹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很快 陆明就到了三十层 到这里后 傀儡的实力 已经颇强了 但是对于陆明来说 依然没有什么难度 最多 他的速度减慢了一丝而已 秋 秋 秋 长枪震动 一道道枪盲洞穿而出 一只只傀儡 被暴碎开来 陆明踏上了第三十一层 然后 便是第三十二层 第三十三层 很快 陆明就登上了第三十六层 当陆明将三十六层的傀儡 全部击溃之后 他头顶的那块令牌 闪闪发光起来 这说明 陆明已经过关 够了 陆明微微一笑 没有继续闯 而是走向一侧的一扇光门 陆明没有打算继续闯 够了 只要过关就够了 没有必要 太引人注目 他的目标 就是加入擎天十三宗 而现在 不过是一次筛选而已 只要能过关就行 陆明踏入光门 被光门传送了出去 来到巨塔之外 陆明出来后 顿时就有几道目光 扫向了他 包括康隆 司徒孝 康济等人 哼 这么早被传送出来 令牌亮度还没有我高 估计也就刚刚通过三十六层而已 康隆冷笑 不错 本来还以为他有多强的天赋呢 也不过如此 司徒孝也冷笑 而康济 司徒浩南也在议论 没想到正天君的这个小子 能闯关成功 不过看起令牌的亮度 也一般般 想要加入擎天十三宗 几乎没有什么希望 康济冷笑 故意拔高声音 让法祖听到 陆明嘴角微微勾起 懒得理会 陆明的天赋他很清楚 若是全力以赴 绝对不会那么早出来 很明显 陆明是不想太招摇 只要能过关就行 陆明 几乎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陆明出来没有过多久 谢念卿 谢念君 淡淡几人 也纷纷出来了 他们 自然都闯关成功了 不过 令牌的亮度 和陆明差不多 简然 他们的想法 和陆明差不多 都只是过关就够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童希尔也出现了 童希尔也过关了 他令牌上的亮度 要比陆明他们亮很多 他闯到了四十多关 第2623章使者 一段时间之后 陆明他们这一批的人 也结束了闯关 不过 这一批人中 没有再出现像斯图峰那么惊艳之人 闯过最高的 也就45层 和第一批的最高者持平 接下来 便是第四批 第五批 之后两批 也有拔尖的天骄 但最多一人 也就闯过了50层 无人能超越斯图峰 这让斯图峰备受瞩目 俨然成为了暴乱心和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而斯图浩南 逍遥宗 自然备受吹捧 一群势力之主 围着斯图浩南巴结他 斯图脸上堆满了笑容 我儿斯图峰 如此天才 我逍遥宗定能崛起 等我儿加入了秦天十三宗 正天君翻首可灭 斯图浩南转过一道念头 眸光森冷 第五批之后 这一次的闯过筛选 已经全部结束 通过者 信高采烈 没通过者 无精打采 高空 云峰格格主一挥手 那座巨塔变小 被他收了起来 好了 本次筛选全部结束 一共有5050人通过了筛选 说到这里 云峰格格主顿了一下 接着道 不过 这只是我定下的筛选 别以为通过了 就能参加十三宗招收弟子的考核了 还需要经过十三宗派来的使者的测验 只有使者觉得合格了 那才是真正合格了 明白了吗 许多人心里一紧 原来 还需要通过十三宗使者的测验 不然 都不算合格 未必能参加十三宗弟子的考核 好了 你们先回去 三日之后 再来此集合 到时使者会降临 亲自检验你们 云峰格主言罢 转身离开 广场上 众人也都一一散去 陆明他们回到客栈后 便静静等待起来 三天时间 转眼即过 三天后 他们重新返回那座广场 广场四周 依然围满了人 不过 只有陆明他们上次闯关成功的人 才能进入广场中 很快 五千零六十人 全部汇聚 来了 忽然 有人开口 众人的目光 向着一个方向望去 那个方向 有几人 踏空而来 其中一人 正是云峰格主 但现在 云峰格主并非走在最前面 而是落后一个身位 满脸笑容的陪在一个锦袍老者身旁 那个锦袍老者 身材魁梧 副手而立 自由一股威严散发而出 给人强大的压力 高手 这个锦袍老者 绝对是一个极其可怕的高手 甚至还在云峰格格主之上 毫无疑问 这是一位天神镜的存在 众人不用猜也知道 这便是擒天十三宗派来的使者了 临使者 这便是我暴乱星河筛选出来的天骄了 立于高空 云峰格主满脸微笑的为锦袍老者介绍 在这等人物面前 即便他是云峰格主 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锦袍老者目光在露明他们这五千零六十人身上一扫 眉头微微一皱 道 这就是你们暴乱星河的天骄 真是太弱了 言语之中 轻蔑之色不言而喻 太弱 许多人心里一紧 这还太弱 这五千零六十人 可以说是暴乱星河年轻一辈中 最强的一批人了 但是在锦袍老者眼中 却是太弱了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天骄 非常自信 此刻被轻视 却有些不愤 以这样的水平 还想参加秦天十三宗的考核 未免有些可笑 锦袍老者补充了一句 这一次就连云风阁主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脸色微红 好了 我废话也不多说 想要真正参加秦天十三宗的招收弟子的考核 还需要过我这一关 言霸 锦袍老者一挥手 一扇石门飞了出来 石门一飞出 迎风而长 急剧变大 化为百丈之高 轰然一声 落在广场之上 你们只要能通过这扇门 就算通过我的考核 才难参加秦天十三宗招收弟子的考核 锦袍老者道 这么简单 很多人一愣 只要通过这扇门 就能通过锦袍老者的考核 肯定不简单 接着 很多人这样想 目光闪烁起来 心里转过一道道念头 谁先来 锦袍老者问 但是 一时间 却无人上前 众人都是一样的想法 他们都对这扇门的考核不了解 都想等着其他人上前 先摸摸底 众人你望望我 我望望你 无人上前吗 锦袍老者再问了一句 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之色 我来 这时 路明开口 踏步而出 早去晚去 都是一样 还不如早点上 而且 路明很自信 他自信能通过 如果他都不能通过 整个暴乱星河 估计都没有人能通过了 路明踏步而出 来到石门之前 广场内外 所有人的目光 都盯着路明 是这小子 呵呵 居然敢第一个上场 还真是愚蠢 希望他过不了 广场外 康继冷笑道 这小子 还真是愚蠢 为他人探路 广场内 康龙也冷笑道 碰碰 路明丝毫不停 匀速踏步 踏入了石门之中 翁 就在路明踏入石门的时候 石门发光 浮现出一道道符纹 然后 几道赤红色的神光 向着路明轰了过去 速度快如闪电 抓 抓 路明出手了 手掌如刀 不断地劈了出去 将几道红光 全部击溃 轻轻松松 没有丝毫的难度 那是 那个锦袍老者 看到路明出手 眼睛猛人一瞪 露出一丝惊讶与疑惑 那是什么力量 有些像传说中的主宰之道 但在区区一个暴乱星河 这怎么可能 锦袍老者低语 他之所以没有完全认出了路明的主宰之道 是因为路明这段时间 找到了一种方法 能勉强将主宰之道做出一些改变 如颜色 现在路明使用主宰之道 颜色为暗紫色 没有那么显眼 只要路明没有爆发权力 就不会完全显现出来 路明继续踏步 石门光芒大盛 有更多的光芒迸发而出 不断的轰击向路明 但路明随意挥掌 将这些神光 全部击碎 很简单嘛 路明一笑 再次踏步 这一次 又有更多的神光轰来 但是都被路明轻易击溃了 这一次攻击之后 就在无攻击 路明轻易地跨过了石门 第2624章非常简单 过关 锦袍老者声音传出 同时心里转过一道道念头 此人独特 一定要重点观察 他虽然没有十分肯定 路明掌控是主宰之道 但是 主宰之道 非同小可 万一是真的 那可就不得了了 过关了 他过关了 窝巢 原来这么简单 我还以为有多难呢 看起来 比之前床塔 还要简单 看来还是云风格格主的考核 更加严格 不错 那个小子都能通过 我肯定轻轻松松 见到路明轻松通过 很多人放松下来 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们都认为 锦袍老者设置的考核 非常简单 架一个 谁来 锦袍老者开口 我来 我来 顿时 有上百个人叫道 向着石门冲去 既然考核那么简单 那当然要早点上去 可以出出风头 一个个来 锦袍老者冷漠开口 一股强大的气息压下 让上百个青年停了下来 你 先来 锦袍老者随意指向一个英俊青年 哈哈 我先 这个青年一笑 当先向着石门冲去 一副一口气要冲过去的样子 嗡 当他踏进石门之后 石门立刻发光 几道神光飞舞而出 向着青年轰去 青年一脸的轻松 神力迸发 挥掌而出 要学路明 轻松地将这些神光击溃 但是 当这个青年和这些神光一接触的时候 他的脸色就变了 一张脸满是不可思议 然后惨叫一声 他的身体向后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大口吐血 浑身抽搐各不停 啥 许多人都愣住了 这个青年 怎么连第一次的攻击都没有接住 就被轰飞了 刚才 路明通过的时候 明明很轻松啊 这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猛逼了 那个被轰飞的青年 挣扎得起身 吞下一个疗伤丹药 稳住了伤势 失败 下一个 锦袍老者冷冷道 等一下 前辈 等一下 那个失败的青年 大叫起来 何事 锦袍老者道 前辈 不公平 我觉得不公平 刚才那个小子通过石门的时候 石门的攻击 没有那么强 为什么我通过的时候 石门的攻击 就变得那么强 青年委屈的教导 他看得很清楚 路明明明才化虚境的修为 而他 可是虚神境二重的修为 没有理由路明能通过 他不能通过 放肆 你敢怀疑使者 云风阁主冷喝 那个青年 立刻浑身冷汗直流 无妨 锦袍老者一抬手 致止住云风阁主 然后目光扫视全场 道 老夫告诉你们 我的考核 绝对公平 但是 我也可以告诉你们 这扇石门 根据不同的人进入 他的攻击 确实会不一样 石门会根据进入之人的年龄大小 神力雄厚程度等等 做出调整 只有综合天赋越高的人 才能闯过 用路之人 是不可能闯过的 明白了吗 而且 擎天十三宗 招收弟子的标准 从来不看你修为高低 因为修为的高低 对于擎天十三宗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即便你是一尊天神 对我擎天十三宗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我擎天十三宗 招收弟子 看重的是天赋 是潜力 锦袍老者的声音 在每一个人耳中想起 的确 对于擎天十三宗来说 修为的高低 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虚神一重和虚神静九重 在他们眼中 没有区别 他们要的是天赋和潜力 不过 那个英俊青年 脸上依然带着不甘 凭神为一个话虚静的人能通过 而他虚神二重 不能通过 看来 你还是不甘 不过 你真的以为 你修为比他高 就能击败他吗 锦袍老者淡淡道 我当然能击败他 我只需三招 不 我只要一招 就能将他镇压 英俊青年叫道 目光不愤的看向陆明 不 既然如此 那我就让你们一战 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小家伙 可愿出手 说到后面 锦袍老者看向陆明 没问题 陆明一笑 踏步而出 来到英俊青年生前 饺子 我会一招镇压你 让所有人知道 谁才有资格参加十三宗招收弟子的考核 英俊青年嚣张开口 眼中闪过一丝森冷之色 然后身形暴冲而出 全力轰出一招 一道巨大的掌印 向着陆明轰落 但是 陆明脸色平静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好像没有看到对方的攻击 等到对方的掌力临近的时候 陆明才点出一指 扑 直径如一到枪盲一般 直接洞穿了对方的掌印 射在对方的肩膀上 英俊青年惨叫一声 肩膀被洞穿了 强大的尽力带着他飞到了广场边缘 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大口吐血 这 剑场一下子安静下来 一招 仅仅只是一招 陆明就击败了英俊青年 就像他刚才通过石门的时候一样 轻轻松松 靠墙的天才 许多人震惊 陆明只是话虚境而已 居然能跨越大境界 击败一个虚神二重的强者 真是不可思议 陆明点出一指后 转身就往回走了 一个掌控普通神力的虚神二重而已 对于陆明来说 没有丝毫的挑战性 好厉害的神力 这要是突破到五神境 就算不是神品神力 也是亡品神力 没想到 一个暴乱星河 居然有这么强的天骄 锦袍老者眼睛愈发明亮 哼 康隆 司徒笑等人冷哼 看到陆明出风头 他们非常不爽 倒是司徒风 脸色平静 看不出什么想法 看到了吗 我这善食门 绝对公平 接下来 考核继续进行 败就是败 胜就是胜 若是有人再有一亿 直接取消资格 锦袍老者非常霸道地宣布 刚才 他之所以答应 英俊青年挑战陆明 主要是想看看陆明出手 否则的话 英俊青年敢对他有一亿 早就被他轰走了 接下来 考核继续 又有一个青年上前 但也失败了 被石门轰飞了出去 第2625张万灵星 随着考核人数的增多 众人震惊地发现 这石门的考核难度 居然大的惊人 淘汰率 惊人的高 石人里面 只有一人 才能通过 这时 众人都明白了 他们之前 完全小看了陆明 陆明能轻松地通过 并不是通过石门的难度低 完全是陆明的天赋高 实力强 才能轻松地通过 司徒风出手了 忽然 有人开口 司徒风脸色平静地走向石门 他手中出现一把战剑 剑光迸发 每一次 都刺向空处 并未与石门迸发的神光轰击在一起 但是那些神光 却一一一消散开来 司徒风 也轻易地通过了考核 悟性不错 紧袍老者微微点头 司徒风之后 便是康隆 司徒孝等人 康隆 司徒孝 掌控的神力 都是王品神力 虽然不是很轻松 但也一一通过了 不过 袁罗殿和逍遥宗的其他两人 却全部失败了 这样一来 袁罗殿 逍遥宗 一共只有三人通过考核 很快 淡淡 谢念钦 谢念君 童夕尔等人 也一一上前 淡淡身为世界神规 成神之后 也潜力惊人 掌握王品神力 也通过了考核 谢念钦和谢念君 自然不用说 轻轻松松 这让紧袍老者的眼睛 又亮了亮 接着 童夕尔也通过了考核 不过正天君 其他人 全部失败了 这样一来 正天君 加上陆明他们 一共有五人通过 这让康纪 司徒好难他们脸色 有些不好看 石门考核 持续了几天 终于 五千零六十人 全部测验完了 五百人 最终 只有五百人通过了石门的检验 其他人 全部失败了 这个成功率 低得惊人 整个暴乱星河 接近一千个势力 五六万的年轻天骄 到最后 只有五百人通过了考核 百分之一的概率 好了 我的测验 也结束了 你们五百人 可前往秦天心 欲万灵星 参加秦天十三宗的考核 这一块玉牌 你们接着 严霸 紧袍老者一挥手 有五百块玉牌飞了出去 分别飞向了陆明等人 他们伸手 借助玉牌 一人一块 玉牌入手温润 厚重 上面有一条条细小的符纹 看起来非常美丽 在玉牌的一面 还有一幅图案 那是一片废墟的图案 这玉牌上面那废墟图案 就是暴乱星河的代表 不同的星河 图案标志都不一样 紧袍老者道 很多人苦笑 的确 暴乱星河在许多强大富有的星河眼中 就是一片废墟 现在 你们以自身的鲜血 在玉牌上刻上你们的名字 这块玉牌 就会和你们彻底绑定 只有你们自己 才能用 别人拿去 也用不了 这是你们参加 今天十三宗考核的凭证 紧袍老者道 当即 陆明逼出一滴鲜血 在玉牌上写下陆明二字 解完之后 鲜血就渗透进玉牌之中 消失不见 这块玉牌就和陆明的气息彻底绑定了 除了陆明 其他人无法用 这是为了防止 有人对参加考核的人动手 抢夺他人的玉牌 冒名顶替 这样一来 就算抢了玉牌 也没有任何用处 好了 秦天十三宗的考核 三个月后 在万灵星举行 你们在三个月内 自行赶过去吧 不过 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们 别以为通过了老夫的测验 就能加入秦天十三宗了 想要加入秦天十三宗 极难 你们这五百人 有二十人能加入秦天十三宗 都算不错了 紧袍老者言罢 转身离去 云峰阁阁主等人做陪 能有二十人加入 都算不错了 许多人心里一阵 脸色凝重 众人各怀心思 离开了这里 走 我们先回正天君 我将事情安排一下 便带你们前往万灵星 法祖道 然后 众人通过传送阵 返回了正天星 陆明返回居住之地 将事情交代了一番 也和他父母告别 此去万灵星 若是加入宗门势力修炼 短时间内 恐怕不会回来了 法祖 也将正天君的事情安排好 然后带着陆明他们 出发了 陆香香 欧阳墨离 留在了正天星 不过泡泡死缠着陆明 要跟着陆明去 陆明也将泡泡带上了 陆明 谢念卿 谢念君 淡淡 泡泡 铜锡尔 加上法祖 一共七人 向着万灵星而去 万灵星 在秦天星河中央位置 距离暴乱星河 起码相隔了几十条星河 实在太遥远了 即便乘坐传送阵 也要很长的时间 他们首先来到云峰之城 乘坐云峰之城内的超远距离传送阵 传送到下一个星河 接下来他们一直乘坐超远距离的传送阵赶路 这样一来速度就要快些 当然消耗的神经也是惊人的 传送阵不能白做 每一次坐传送阵都要消耗神经的 即便这样 他们依然用了将近两个月 才赶到万灵星 这时距离三月之期 已经不足一个月了 好浓郁的神器啊 站在万灵星的土地上 深吸一口气 感觉滚滚神器 涌入到身体当中 浑身舒畅 这里的修炼环境 比起暴乱星河 又要好了很多 差别巨大 万灵星 处于秦天星域中央位置 是秦天星域最大的交易星球 这个星球 不属于某一个势力 无数大大小小的势力 都在这里做交易 繁华到极点 而秦天十三宗招收弟子的考核 历来都是放在万灵星上 地点 就在万灵星最大的城时 万灵城 路鸣他们 来到万灵城后 便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过去 万灵城的人 越来越多 大街上 随便都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年轻天骄 有些人气稀奇奇可怕 一看都是极强的妖孽 秦天星域 足足有几百条星河 暴乱星河 只是最差 最无人关注的星河 其他星河 随便拿出一条 都比暴乱星河繁华 比暴乱星河强大 天骄的数量 也远远不是暴乱星河能比的 暴乱星河 只有五百人通过测验 可以参加考核 但是其他星河 就算最差 也有上千人能参加考核 多的几千人 甚至几万人都有 第2626章考核规则 秦天十三宗 每隔千年 就招收一次弟子 是秦天星域 无数天骄心目中的盛会 也是无数天骄亦非冲天的日子 很快 距离考核之日 还有三天 这一天 阵阵钟声 在万灵城传开 走 是秦天十三宗的召集令 应该要宣布考核规则了 法祖道 带着陆明他们 向着钟声响起的方向而去 在万灵城中间 有一片矿阔无比的空地 这里 本来是一片巨大无比的方式 但这段时间 方式撤下了 被用作考核 这片空地 太大了 就算同时容纳上一人 都没有一点问题 很快 这片空地 已经围满了人 不仅仅有要参加考核的年轻天骄 还有许许多多看热闹的人 实际上 看热闹的人 要比参加考核的人 多得多 抓 抓 这时 几道声音陡然出现在天空之上 现场安静下来 还有三天 便要考核了 现在 我将这一次考核的具体情况 和规则 说一下 高空中 一个威严的大汉开口 现场无声 众人安静地听着 害怕错过了任何细节 这种参加考核的身份预排 你们每一个人 应该都有 中年大汉手中 拿出一块预排 和陆明他们拿到的 几乎一样 只是上面的图案 不一样 三天之后 考核时间一到 到时 只要你们在万灵城之内 不管在万灵城任何地方 这块预排 都可以将你们带到一个虚拟空间 我们称为梦境空间 在梦境空间中 一切都是虚拟的 只是你们的精神意识 进入其中 而且 在梦境空间中 你们的修为 都会被压制到 虚神进一重的境界 如果本身 就是虚神进一重的境界 那就不会变 如果本身 修为不足虚神进一重 也不会变 不过 你们的修为 虽然都被压制到虚神进一重 但是神力属性 是不会变的 如果你掌控的是王品神力 在里面 依然是王品神力 如果是圣品神力 依然是圣品神力 考核 一共分两轮 第一轮 梦境空间 会分为二十块区域 所有参加考核之人 会平均分到二十块区域 进行厮杀 不过 有一点 你们可以放心 在进入那二十块区域 进行厮杀之前 你们会进入一个特殊的地狱 那里 有许许多多残缺的神迹 这些残缺的神迹 即便是虚神进一重的修为 也可以修炼爆发出威力 你们开始会有一年的时间去领悟残缺的神迹 然后才会进入那二十片区域进行厮杀来决定排名 这一次我们统计出来整个秦天心域数百星河一共有上百万左右的人生加考核 到时每一块区域都将会有五万人 五万人相互厮杀 规则就是每杀对方一人就能获得一个积分 同时夺取对方身上积分的一半 每人有两条命 也就是两次机会 最后 每一个区域的前一百名 才能参加下一轮 没有进入前一百名的淘汰 中年大汉一口气将所有的规则都讲了出来 讲完后他停了下来让众人消化消化 原来如此 陆明心中一动 心中总结了一下 这一次的考核说起来也很简单 分为两轮 一共有一百万左右人的人生家 身份预排会带他们进入梦境空间 在里面被击杀 不会真的死亡 而修为都要压制在虚神一重 当然 如陆明这样不足虚神技一重的 只能保持原样了 然后 他们事先有一年时间 参悟残缺神技 然后一百多万人 进入二十片区域 每一片区域 有五万多人 五万多人相互厮杀 获取积分 积分前一百 才能进入下一轮 而且 每人有两次机会 这也是为了公平起见 免得有些添交 一开始就碰到强大的敌人 被斩杀了 那就有些冤了 居然有一百多万人身家 陆明也是安安吃惊 过了一会 等众人消化的差不多的时候 中年大汉继续开口 第一轮 被淘汰的 也不一定完全没有机会加入擎天十三宗 只要你们好好表现 获得更高的积分 都会有机会被十三宗选中 当然 表现得越好的 自然越会受到重视 好了 事情说到这里 具体的规则 你们的预排上 之后也会显示出来 你们自己好好看看 你们 可有什么疑问 中年大汉说完 目光扫视全场 前辈 我有疑问 这时 一个青年开口 说 中年大汉道 前辈 为什么要将修为压制在虚神经一重 我修炼到虚神经六众 岂不是无法发挥出来 那个青年道 虚神经六众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天才 中年大汉反问 那青年没有说话 不过表情明显默认了 修为 永远都不代表天赋 我可以告诉你们 在擎天十三宗内 修炼万年以内达到虚神经六众的 一抓一大把 满大街都是 就算修炼万年以内的真身经修为 都有很多 甚至 有些人已经达到天神经 你这虚神经九重 算什么 擎天十三宗 会缺一个虚神经六众的人 只要擎天十三宗一声号令 擎天心欲 能召集多少虚神六众的存在 中年大汉连续反问 让那青年张口结舌 说不出话来 提升修为 有很多办法提升 有天才地宝 有些奇遇 或者修炼的时间长一些 所以 修为 对于擎天十三宗来说 没有一点用处 擎天十三宗招收弟子 看重的是天赋 是潜力 修为 有的是办法提升 而将你们所有人的修为压制 在虚神经一重 给你们一年时间 就是考验你们的天赋 你们的悟性 只有天赋悟性高的 才能加入擎天十三宗 明白了吗 中年大汉道 那个青年 战红了脸 没有说话 他出生一个大实力 平时修炼 消耗了不知道多少天才地宝 才有现在的修为 但是 在擎天十三宗天才地宝会少 第2627章进入梦境空间 许多人 也露出思索之色 的确 在这种考核机制下 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悟性 在五神境 天赋悟性 是最重要的 所以 才保留他们的神力等级 还有给一年时间 让他们参悟残缺神迹 然后再进行厮杀 这样 神力等级高的 悟性强的人 便能脱颖而出 掌控了高级的神力 便是天赋 但是 悟性也非常重要 因为 神力等级 并非天生的 是可以修炼的 一些可怕精妙的神功 完全能修炼出 王品神力 圣品神力 甚至神品神力 今天十三宗内 都有这种可怕的神功 只要修炼到极其高深的境界 就能修炼出高级的神力 据说 三大霸主 势力的正宗神功 修炼到最高境界 能修炼出神品神力 所以 一个人 如果现在神力等级不高 但是悟性惊人 以后前途 也不可限量 当然 有些人 没有修炼这些神功 自然就修炼出高级神力 也很多很多 如露鸣 童夕尔等人 都是这样 秦天十三宗要招收的弟子 一是神力等级高的 一个 便是悟性超绝的 还有 我告诉你们 你们有些人 本来就出身一些大势力 或许早就修炼了一些残缺的神迹 但是在梦境空间中 你们本来修炼的残缺神迹 都不需使用 只能使用在梦境空间参悟的残缺神迹 一旦违反 直接淘汰 秦天十三宗 永远不会招收 明白了吗 中年大汉的声音 传遍全场 明白 很多人大声道 好 就讲到这里 祝你们好运 言罢 中年大汉等人 转身离开 中年大汉等人离开后 广场上的其他人 也慢慢散去 怒鸣他们 也返回了居住之地 在返回居住之地不久 那块玉牌上 果然出现了一大段信息 都是关于这次考核 还有一些规则介绍的 陆明他们 又细细看了一遍 然后积极准备着 还有三天时间 考核就要开始了 不仅是他们 所有人 都在积极准备着 一间巨大的别院中 站着一群人 这群人 一个个身材魁梧高大 滚身如金属雕筑而成 这些人 乃是洪荒宇宙可怕的大族 金刚族的一只 金刚族 乃是洪荒宇宙非常强盛的大族 在洪荒宇宙无数种族中 能排近前一万名 洪荒宇宙 有一份万族榜 罗列了洪荒宇宙最强大的 一万个种族 金刚族就在其中 不过 金刚族总族 不在擒天星域 擒天星域 只是一条之脉而已 此刻 数十个金刚族 如众星捧月一般 围着一个青年金刚族 这个青年金刚族 身材更加魁梧 足足有三米高 金圣 你是我金刚族 擒天之脉十万年 难得一见的天才 这一次 擒天十三宗考核 你一定要取得前三 加入三大霸主势力 一个老年金刚族吩咐 族长放心 前三而已 唯有十足把握 金圣非常自信地笑道 万灵城的一座大山上 这里 被一群虎人族买了下来 虎人族 在整个洪荒宇宙中 只是小族而已 远远排不进前一万名 但是在擒天星域 虎人族的实力 不容小觑 吼 山峰之巅 一个年轻的虎人仰天长吼 风云激荡 气势如狂 这一次前三名 不 我要冲击第一名 年轻的虎人 目光如电 充满了王霸之气 万灵城北边 有一面湖泊 湖泊不大 但是非常干净 如一面镜子一般 能清晰地看到湖里的鱼 在湖泊岸边 有一座简单的亭台 此刻 亭台中 有两道身影 望着平静的湖面 一个发白老者 一身白色长衫 先锋道骨 另外一人 乃是一个看起来二十几岁的青年 这个青年 相貌英俊 同样也是一席白衫 如一个翩翩家公子 亦而 这一次晴天十三宗考核 你可有信心 老者问青年 青年 您叫林胡叶 按照这次的规则 我有十足的信心 第一非我莫属 林胡叶开口 他脸色平静 没有丝毫的自傲之色 放佛在阐述一个事实而已 好 以你的天赋 只要全力发挥 第一非你莫属 而且 肯定能进入三大霸主势力 甚至得到重点培养 白发老者捋着胡须道 望向林胡叶 非常满意 若是不进入梦境空间 在外面激战 林胡叶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但是 这一次的规则 会给一年时间领悟修炼残缺神迹 这是林胡叶最大的优势 林胡叶的悟性 是老者无尽岁月来建国最强的 虽然 林胡叶的神力等级不高 那是因为 他缺少机缘和神功而已 但是林胡叶恐怖的悟性 完全能够弥补过来 老者充满期待 只要林胡叶加入三大霸主势力 得到重点培养 修炼神功妙法 林胡叶一定能爆发 跨入恐怖的境界 一晃 三天过去了 这一日 陆明 谢念钦 谢念君 同夕二 淡淡无人 会聚在一间房间中 成员形 盘膝而坐 参加考核 无需去某一个地点 只要在万灵城内 那身份玉牌 就能将他们带入到梦境空间之中 嗡 嗡 嗡 点点点 此时 陆明 谢念钦他们手中的玉牌 微微震动起来 散发出璀璨的光辉 悬浮在他们头顶 接着 一道光柱 从玉牌中落下 将他们笼罩在其中 然后 陆明等人感觉精神灵魂被抽离了 飞进了玉牌当中 眼前一片漆黑 几乎是刹那之后 他们眼前一亮 他们睁开了双眼 这时 一睁开双眼 他们发现 此刻他们处于一座巨大的平台上 而平台前方 则是一片石碑 无穷的石碑 矗立在广阔的大地上 每一块石碑 都有百米高 每一块石碑上面 都刻着一些文字和一些图案 太多了 石碑的数量太多了 一眼看去 无边无际 不知道有多少块 这石碑上 就是残缺的神迹吗 陆明心中一动 他们接下来 要在这里待一年 参悟修炼残缺神迹 第2628章虎人族的挑衅 这时 陆明发现 他们的胸前 出现了一枚徽章 徽章上 是一片废墟的图案 成玉制 这便是他们的标志 不同心和进来的人 胸口都有一枚不同的图案的徽章 我的修为 没有丝毫的变化 接着 陆明细细感物体内 发现他的修为 没有丝毫的变化 依然是七星天地 主宰之力 汹涌澎湃 当然 他们的兵器 储物戒指等 是不可能带进来的 事实上 这一次的比试 本来就不能带兵器 要使用兵器 便以神力凝聚 完全靠自身的本事 你们的修为 被压制了吗 陆明看向 谢念卿 谢念君 同歇尔和淡淡 被压制 在虚神尽一重 不过神力等级 没有变化 谢念卿道 我也是 同歇尔也点点头 我的没有变化 淡淡道 他的修为 本来就在虚神尽一重 故而没有变化 陆明点点头 果然和规则上 说的一样 此刻 平台上 许多人身形闪动 向着那些石碑冲去 时间有限 他们只有一年的时间 一年时间 用来参悟残缺神迹 太短了 他们必须要抓紧时间 找到适合自己的残缺神迹 抓紧时间修炼 每多修炼一刻 说不定火候就能伸一分 到时与别人厮杀 就能占据优势 上百万人 冲进茫茫石碑当中 寻找适合自己的神迹 陆明他们也冲下了平台 向着石碑而去 很快 就来到第一块巨大的石碑下面 此刻 这块石碑下 已经有两个青年细细观看起来 石碑上 刻着一行行字 还有一幅幅图案 这是一种长法 偏向阴柔 陆明他们扫了两眼 便直接掠过了 不适合他们继续向前走 他们行走的过程中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主要是谢念青 谢念君良姐妹走在一起 实在太靓丽了 两人长相一模一样 清澈爵士 想不吸引人的目光都很难 好美的两个女子 而且一模一样 你们看他们的徽章 他们是来自暴乱星河的 没想到啊 区区暴乱星河 居然有这么美丽的女子 那人是谁 居然和那么美丽的女子走在一起 此周 许多人议论纷纷 眼神火热的看着谢念青和谢念君 同夕而 也算是角色美人了 但是和谢念青和谢念君两人站在一起 却有些黯然失色 谢念青和谢念君两人 自从破入五神镜后 气质越来越超凡脱俗 即便容颜相当的人 也要被他们比下去 许多人望向陆明的时候 充满了羡慕极度恨 陆明身边 虽然还跟着淡淡 淡淡淡这祸 一副十六七岁少年模样 还穿着道袍 自然被其他人忽略了 谢念青和谢念君两人脸色冷漠 直接忽略了旁人的目光 专心寻找适合的神迹 好美的两个女子 不远处 有十几个魁梧的身影 目光火热的望向谢念青和谢念君 这十几人 全部都是虎人族的俊杰 虎人族 并非整个头都是老虎模样 并非如此 他们看起来 和人族很相似 但是脸上有一条条斑纹 乃是老虎斑纹 而且身材魁梧 一个个身高两米以上 浑身长着浓密的毛发 如此美人 岂能错过走 我们去认识认识 其中一个有着金色毛发的虎人族青年一笑 向着陆明他们走来 其他十几个虎人族青年哈哈一笑 跟随而来 身形闪烁 十几个虎人族青年 挡在陆明他们身前 陆明他们 也停了下来 十几个虎人族青年 目光似无忌惮的在谢念青 谢念君 还有同谢儿身上扫事 无比火热 暴乱星河的 没想到啊 区区暴乱星河 居然有如此美人 我们乃是虎人族的天骄 我叫虎毛 美女 交个朋友如何 那个浑身有着金色毛发的虎人族青年露出自信的笑容道 陆明和淡淡几人 差点笑出声来 虎毛 这个名字 可是够有深度的 不过 谢念君可不想笑 他脸色冷漠 呵斥一声滚 哎呦呦 脾气还挺烈 不过 我虎人族最喜欢脾气烈的 兄弟们 是不是 虎毛不以为意 反而调戏道 不错 脾气越烈越好 玩起来够劲 哈哈哈哈 其他虎人族青年 哈哈大笑 边上 其他人一副看热闹的表情 看了过来 已经叫你们滚了 你们听不到吗 赤耳朵聋了 还是怎么的 立刻滚 此时 露鸣呵斥 虎人族青年 脸上的笑容 顿时消失了 眼中冷光连闪 饺子 你说什么 区区一个暴乱星河的垃圾 也敢和我们这么说话 活腻外了是吧 给你三秒时间 赶紧给我滚 滚得远远的 你有什么资格 站在两位美女边上 吃几个虎人族青年 纷纷抱吼 身上闪烁冰冷的杀鸡 三 二 一 露鸣不屑的开口 帮对方数时间 三秒过后 露鸣踏步向前 拉着泄面轻的小手 不屑的道 一群傻叉 挑衅 不屑 嘲讨论 这是赤果果的嘲讽 十几个虎人族青年 身上杀鸡暴闪 饺子 立刻跪下认错 自长一百个嘴巴 不然 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古毛怒火 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獠牙 哇 有本事 动手啊 露鸣不屑的开口 你 古毛 还有其他虎人族青年 一个个瞪大眼睛 露视露鸣 但是 他们却不敢动手 现在考核 还没有开始 在这一年的参悟修炼残缺神技过程中 是不准动手的 谁动手 谁就失去了资格 若非如此 虎毛等人 早就动手 将牧民撕裂成碎片了 饺子 你有种 你给我等着 一年后的考核中 你不要碰到我虎人族的人 不然 你会死得很惨 虎毛因冷开口 然后对其他虎人族道 兄弟们 去通知其他族人 在之后的考核中 但凡遇到此人 杀无赦 狠狠地杀 好 我虎人族那么多人 他死定了 他会死得很惨 其他虎人族纷纷叫道 第2629章参悟残缺神迹 一曲傻叉 小青 我们走 路鸣拉着谢念青 和谢念君 同希儿 淡淡 直接掠过虎人族的人 向着石碑林 深处而去 吃几个虎人族青年 差点气炸了肺 牙齿咬的咯咯响 这小子 太冲动了 居然敢得罪 虎人族的天骄 估计在暴乱星河 是顶级天骄 骄横惯了 但是在区区一个暴乱星河 称王称霸 逃到整个擒天心域 就什么也不算了 不错 虎人族 可是秦天心域的大族 秦天心域数百条星河 虎人族独占一条 实力极其强大 听说 这一次 有数千虎人族天骄 参加13宗的考核 不错 的确数千人 到时即便平分在20片区域 每片区域 虎人族的人数 也绝对不少 而且 我还听说 虎人族这一辈中 诞生了一个绝世天骄 掌控圣品神力 那小子 将会死得很惨 在美女面前 乘一时微风 实属不至 此周 那些看到这一幕的人 议论纷纷 这些声音 自然也传到了陆明的耳中 但陆明只是淡淡一笑 没有在意 到十分到20片区域厮杀之时 虎人族要是找他麻烦 他还更乐意 给他送积分 他有什么不乐意的 陆明他们 在石碑之中赚优 一块块的看过去 不久之后 谢念君停在一块石碑之下 这块石碑上面 刻着的是一种剑法 只是看一眼 就好像有圣洁的剑光迸发而出 还不错的一种剑法 我就选这种了 谢念君道 然后站在石碑下 认真观看起来 陆明他们 则继续寻找起来 这片石碑灵 非常大 拥有海量的残缺神迹 攻击残缺神迹 防御类残缺神迹 身法类残缺神迹 应有尽有 一天多以后 淡淡 同希尔都纷纷找到了 适合的残缺神迹 修炼起来 我就修炼这种剑法吧 谢念君走到一块石碑之下 这块石碑 也记载着一种剑法 剑法灵力 魔气冲天 谢念钦和谢念君 都擅长剑法 分别选择了一种剑法 就剩下陆明 独自一人了 陆明继续赚优起来 陆明发现 大部分的人 选择的都是攻击类残缺神迹 也是 神迹 即便是残缺神迹 修炼的难度 肯定也是极其惊人的 他们只有一年的时间 自然要选择攻击类神迹修炼 增强功法之力 以便在一年后的考核上 尽快地斩杀对手 获得积分 陆明又赚优了半天 就这种了 陆明来到一块石碑下 这一块石碑 记录的 是一种枪法残缺神迹 而且石碑下 空无一人 陆明干脆就选这种了 当即 陆明细细观看起来 这种枪法 并没有名字 实际上 这里的残缺神迹 都是没有名字的 都是秦天十三宗的一些强者 从完整的神迹 演化而来的 对于虚神巅峰以上的高手来说 没有实际意义 并无大用 那等高手 已经可以修炼完整的神迹了 不过 对于虚神境巅峰以下的高手修炼 作用还是蛮大的 好精妙的神迹 参悟了一番之后 陆明心里有些感慨 神迹 是对于神力的各种精妙的运用 威力巨大 非常精妙 参悟起来 难度要比天界的各种神通之术 要难很多 眼前这种残缺神迹 一共有七重 但是 想要修炼成第一种 都非常艰难 陆明并弃杂念 一心参悟起来 这一参悟 便是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时间 陆明居然还没有入门 秋 秋 秋 陆明以主宰之力 凝聚出一根长枪 长枪以奇妙的频率震动 时而抽击而出 时而向前刺出 一道道枪盲闪烁 但是 修炼到一半 陆明又停了下来 不对 还是不对 这种枪法 一旦修炼成功 一枪出 能激发出一重重力道 力道叠加 威力无穷 而且还有多种不同的变化 但我始终找不到那种感觉 神力运转的不对 陆明脑中 转过一道道念头 总结之前修炼之所得 半日之后 陆明又重新开始参悟起来 残缺神迹 修炼的难度太大了 以陆明的悟性天赋 参悟起来都这么困难 其他人 可想而知 时间匆匆 又过去一个月 嗡 陆明手中的长枪横扫而出 空气中迸发出一股股可怕的轰鸣 响了三声 三声之后 轰鸣声消失 成了 终于跨入了第一种 陆明露出了喜色 经过两个多月苦苦生物 陆明终于将这种 残缺神迹 修炼到第一种 修炼到第一种 一枪击出 瞬息之间 就会有三种力量爆发 威力非常惊人 同时 还有三种变化蕴含在其中 让人捉摸不透 防不胜防 如果修炼到第二种 一枪击出 能有五种力量爆发 拥有五种变化 修炼的火候越高 威力越强 继续 陆明继续参悟起来 修炼到第一种后 修炼难度 更大了 任何神迹 越是后面 难度越大 入门都那么难 可想而知后面有多难了 陆明一心苦修 不问窗外事 半年后 陆明终于将这种枪法 突破到第二重 至此 陆明他们来到这里 已经八个月了 距离考核开始 还有四个月 四个月 转眼即过 一年之期 到了 可惜 陆明的这种枪法 依然还停留在第二重 没有达到第三重 嗡 嗡 突然 这片天地不断有嗡鸣声响起 天空之中 浮现出一道道符文 绚烂多彩 要开始了 终于要开始了 很多人低语 有些人紧张 但是有些人 却露出期待之色 突然 天空之中 出现一道道光柱 将所有人笼罩在光柱之中 然后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沿着光柱 飞向了天空 消失不见 下一刻 陆明发现 他出现在一间房间之中 这里 便是考核的区域吗 陆明低语 这一次考核 将分为二十片区域 一百多万人 分别进入二十片不同的区域 进行厮杀 至于进入哪一片区域 完全是随机的 第2630章 厮杀开始 此刻 万灵城之中 一年前那片宣布消息的方式中 此刻已经聚满了人 密密麻麻 无数人汇聚在此地 此刻 在这片空地的高空之中 出现了二十块巨大的屏幕 这二十块巨大的屏幕上面 是一个个名字 每一块屏幕上面 都有五万多个名字 全部都是参加考核之人的名字 在每一个名字后面 都有相对应的星河 比如 陆明的名字 出现在第二十区 名字后面 标注着暴乱星河四字 借念钦 在第一区域 谢念钧 第三区域 同希尔 第十区域 淡淡 第十八区域 快 找找看 康隆在哪一区区域 还有 风儿 笑儿在那一区域 人群中 康济 司徒浩南等人 纷纷寻找起来 以他们的眼力 自然一目千行 看得速度快得惊人 不一会 就将康隆 司徒笑 司徒风等人所在的区域 找出来了 这一次 暴乱星河 在云风阁阁主的带领下 来了上千人 都是来观看的 一起汇聚在一起 法祖 也在其中 和康隆他们相隔不远 不仅是他们 其他星河的人 也纷纷将自己派系 参加考核的天骄找到 现在 名字是杂乱无章 随机出现的 但是等一开始厮杀 名字就会根据分数排列 分数最高的 排在第一 直到三个月后结束 每一个区域 积分排在前100名的天骄获胜 其他 淘汰 只看积分 不看有没有被杀 只要你的积分足够多 能够排名前100 就算被杀了 也能晋级 开始了 开始了 第六区域 虎牙有积分了 好快 已经三分了 有人叫道 一开始 每一个身上 都只有一个积分 杀一人 获得一个积分 也就是说 这么一会 虎牙已经杀了三人了 另外区域 经上也丝毫不慢 厮杀全面开始了 很多人都有了积分 只见 那20块屏幕上 那些名字 不停地闪烁 有些名字 直接出现在第一 第二或者靠前的位置 名字后面 也会有相应的积分出现 一百多万个名字 不停地闪现 也是现场都是高手强者 才能看清 要是普通人 看一眼眼就花了 第20区域 陆明打开房间 走了出去 我这是出现在一座城池中吗 陆明猜测 他现在所在之地 是一座院落中 能看到其他地方 有其他高高的建筑 等等 这片区域 不能飞行 陆明刚要腾空而起 观察情况 忽然感觉 身体沉重如山 根本飞不起来 这片区域 禁止飞行 空 忽然 不远处一座高高的建筑中 传来剧烈的轰鸣 那座建筑轰鸣 静气肆意 墙壁炸裂 陆明看到 两道身影 激烈地厮杀在一起 两人战力相当 激烈的大战 一时间 难分胜负 碰 就在这时 陆明所在的院落的大门 被轰开了 碎木乱飞 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形 走了进来 此人目光一扫 陆明胸前的徽章 露出猙獰的冷笑 一个暴乱心河的杂碎 刚好成为我猎杀的第一个人 成为我第一个积分 碰 碰 此人踏步而出 以神力凝聚出一把战刀 一刀向着陆明爆斩而来 这是他修炼的残缺神迹 刀光极快 充斥了暴虐的气息 陆明脸色平静 他手中 以主宰之力 凝聚出一杆长枪 一枪刺出 咻 这一枪 速度快如闪电 瞬息间 就出现了五种变化 这是 对方想要抵挡 但一时间 却不知如何抵挡 扑呲 陆明的长枪 直接刺入对方的眉心 洞窜而出 你 你 对方眼珠子瞪得滚圆 一脸的不可思议 本来 他还想击杀陆明 让陆明成为他获得的 第一个积分呢 没想到 一招就死在陆明手中了 一个暴乱星河之人 居然这么强 不好意思 你说的话 正是我想说的 能为我贡献第一个积分 是你的荣幸 陆明淡笑 然后长枪一阵 对方的身体四分五裂 化为能量消散 当然 这次的规则 有两次机会 对方还能在其他地方复活 继续参加厕杀 如果第二次再死了 那就没有机会了 多少积分 便是多少积分 击杀一人后 陆明胸前的徽章 突然泛起微弱的光芒 一道信息 出现在陆明脑中 陆明 第二十区域 来自暴乱星河 目前积分一分 排名28560名 原来 这徽章 还有这用处 陆明一笑 这样一来 他就能时刻知道自己的排名了 三个月时间 足够了 陆明一笑 走出了院子 走出院子 便是一条宽阔的街道 街道两边 全是各种建筑 此刻 刚才那两人 已经分出了胜负 其中一人被斩杀 但是另外一人也受伤了 不敢停留 暗中顿走了 刷 陆明身形一动 冲上了一座房屋上 然后就在房间上奔行起来 这样做 很危险 很容易被其他人盯上 但陆明这是故意的 与其一个个去找那些人 还不如让他人来找他 果然 有人动手了 一座乌宇中 一道身影 如离弦之剑 扑向了陆明 同时 犀利的剑光 刺向陆明的美心 来得好 陆明反手就是一枪 当 长枪击中了对方的剑光 对方身体狂震 向后抛飞 口中鲜血狂喷 眼中 尽是不可思议之色 他感觉的很清楚 陆明只是画虚镜的修为而已 还没有到虚神镜 而他 虽然在这里 修为被压制了 但也有虚神镜一重的修为 居然直接被陆明震飞了 一下子受到了重伤 杀 陆明双脚重重一踏 身形暴力而出 同时一道犀利的枪芒 洞穿虚空 将对方击杀于空中 轻易击杀 陆明神情丝毫未变 对方 掌控的神力 不过是普通神力 陆明修为 虽然比不上对方 但对方被压制在虚神镜一重 他击杀起来 也是轻轻松松 这还是在这里 战刺绝不能使用的前提下 要是战刺绝能使用 陆明的实力会更加惊人 陆明的实力会更加惊人 陆明的实力会更加惊人